画面中小绿人开启 行人快速通过 五秒后红绿灯耗制绿灯才开启 让车辆通行 这就是行人绿灯早开 由于日前台南发生母女过马路 被车辆撞击而伤亡的事件 交通部宣布推动行人绿灯早开 与行人专用十项政策 市长谢果良也指示交通处全力配合 目前基隆共有27处路口 实施行人绿灯早开 在整个交通部政策 为全面推动之前 基隆市政府已经有针对 一个所谓人车流量大的路口 设置行人早开十项 那后续在5月17号前 也已经完成全市21处的路口的 一个行人早开十项措施 最主要是针对我们7个行政区域的 一个人车流量大的一个路口 来做一个所谓的 一个行人早开措施的一个推动 早开时段的一个推动的一个时程 是每日上午5点到晚间的 23点 另外车辆通通停下来 只有行人可以行走的行人专用实项 市府也为请专业单位研究 再增加适合实施的路口 那目前基隆市政府已针对 爱一路 人五路 人五路 爱三路 还有人五路 爱三路 已经有设置行人专用实项的一个措施 建议来降低所谓的交通事故 人车分流的一个状况会更明显 至于后续的一个行人专用实项的一个措施推动 那我们也针对本市21处入口 9处入口来委托顾问公司 做一个所谓的一个人车的一个专业评估 要针对一个耗制的一个实项分析 做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检讨 那后续如果有进一步的一个讯息 那我们也会来做一个事实的公布 市府交通处表示 行人绿灯早开与行人专用实项 会依照实施状况滚动式调整 来落实基隆的行人友善政策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